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林秀琴 首先在新聞話題我們來關注的是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持續在福建考察調研 在24號到了福州去考察 還再次回到這一座他所熟悉的城市 到底習近平最為牽掛的是什麼 又重點關注哪些方面的城市發展呢 我們先透過新聞帶您快來了解一下 習近平這一趟福州之旅走訪的哪些地方 習近平24號下午首先來到福山郊野公園 同休閒健身的福州市民交流 習近平表示福州是有福之州 希望繼續把這座海濱城市 山水城市建設得更加美好 更好造福人民群眾 福州有福之州啊 7686不離福州啊 我在福州工作了67年 我是到福州當市委書記 就從寧德過來 37歲到這裡 就說我這個一生的這個最好的年華啊 也是在這裡度過的 有很多體會 我在這裡的時候就定位建設山水城市 堅持坐下去 希望有福之州啊 更好的造福於民 對我們的國家也做出更大的貢獻 習近平隨後來到三方七項歷史文化街區 聽取福州古厝和三方七項保護修復等情況介紹 步行查看南後街 郎觀像 參觀嚴富故居 習近平強調 保護好傳統街區 保護好古建築 保護好文物 就是保存了城市的歷史和文脈 習近平還來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查看產品展示 習近平走進企業車間 了解精密設備生產等情況 習近平強調 國家進入科技發展第一方陣要靠創新 因為跟跑是行不通的 必須加快科技自力自強步伐 要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創新作為一項國策 積極鼓勵支持創新 我們的十四五國家的發展規劃 再往前走是要靠創新的 誰大溜 你老跟著人就不行 現在就看誰能夠搶抓機力 誰有這樣的一種擔當 誰有這樣的一種使命感 誰有這種能力做好這種事情 國家都會全力支持 我們現在抓創新不問出身 能給國家做出貢獻的就是最重要 鳳凰貴視 綜合報導 好 我們剛剛看到習近平就地重游 也流露出了感性的一面 所以對外釋放出了哪些信號呢 今天前面場我要請教的是何亮亮先生 大家的觀察和分析 何千 你好 你好 何千 現在我們關注到習近平 回到他相當熟悉的福建去訪問 沿途民眾都在熱烈歡迎 那麼這一次的福建之旅呢 從最先的這個西北部的武漁山 一直到中部的沙蟹 一直到現在福州去考察 每一站各自有什麼樣的特色 是的 就是兩會之後 習近平第一次從北京到這個地方去視察 而且選擇這個地方是他自己講 就是他的這個最寶貴的這個年華 是在福建度過的 他在福建的官場工作了16年 那麼他這一次的這個行程呢 設計也是蠻有意思的 他比方說他不是從北京直接飛到福州 我們說 是吧 一般可能會做這樣的安排 而是這個 但我不知道他是以什麼方式 總之他第一站是在福建的西北部 是在這個明北 也是很有名的這個武漁山區 是吧 武漁山區 武漁山區是中國東南生態環境 最好的一個地方了 這個確實生態環境非常好 這個不是那個 由於這個上世紀 30年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個作家 叫玉達夫嘛 玉達夫他曾經把武漁的風光 武漁山水風光 跟這個桂林的風光 做了一個對比 他說這個山水若從顯出看 西湖畢竟小家榮 就是杭州的西湖 如果跟那個武漁山水比較小 桂林也不如這個武漁 當然武漁山的這個名氣沒有西湖大 也沒有這個桂林的這個名氣大了 這個當然是不重要了 但是這個習近平所站到這個武漁山的 跟他後來這個幾戰鬥為共同的一點 就是表明對於生態環境的重視 那麼這一點呢 福建倒也算是得天獨厚 因為福建這個省份呢 在中國沿海這個省份當中呢 它曾經是一個比較 比較尷尬的一個所在 為什麼這樣講 福建南部是廣東 我們知道 廣東就是中國 從這個宋朝以後就一直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之一了 改革開放以後一直到現在 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強的這個省份 而福建的這個北方呢 是這個浙江 浙江雖然小於福建 但是浙江在這個人文啊 經濟發展的各方面呢 都好於福建 那麼福建的這個西部呢是江西 江西的條件就不比福建好了 因為它不是沿海的這個省份 主要是一個農業省份 而福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就是隔海相望 隔一個台灣海峽 跟這個台灣是這個就是隔海相望的 閩台之間這個歷史文化的淵源也非常深刻 但是福建有一個 我說它尷尬在什麼地方呢 從1949年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一直到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改革開放 差不多三十幾年這個時間 福建省的這個經濟建設發展是非常緩慢的 原因是什麼 因為福建被定位前線 所謂前線是對台作戰的前線 要解放台灣的前線 或者說是要保護大陸的一個前線 所以這就制約了它的這個經濟發展 所以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如果你同時起步的話 福建它比廣東 比浙江都落後 但是福建還是保留了一個很好的這個條件 正因為它過去它的這個製造業不發達 它沒有大規模的這種經濟的這個介紹 有時候有時候規模不大 那麼所以福建這個地理上 它有一個什麼特點叫做巴山 就是它是十分 以十分來算的話 它就叫巴山一水一分田 就它的土地面就有八分 十分之八是山區 是山 它是山有樹 像我們剛才說的這個五一山區 那麼所以福建省的森林覆蓋率 在全中國是最高的 那你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這點就非常難得了 或許它的製造業沒有廣東發達 或許它這個電商沒有這個浙江發達 但是呢 留下這樣好的一個生態的這個 環境的這個空間 而且現在在繼續在保護 再把它這個發展得更好 那這就是一個 這也是習近平的一種重要的一個理念嘛 是吧 它曾經幾次強調過 這個青山綠水就是金山引山 又一個很淺顯的一個比方 所以它通過在五一山的這個考察 包括當地的這個生態環境的保護 旅遊的文化 茶的文化等等 我想也會引起這個中國各地的民眾的興趣 其實它在五一山的時候 跟幾個地方都是外地的 因為遊客們在這個交流 是吧 也看得出來 看來這個中國各地的民眾 到這個五一山去遊玩的也就很多了 那麼然後它從五一山又到了 福建中部的沙縣 這個沙縣屬於三明市 三明這個地方不算太出名 但是沙縣名氣不小 你也知道的 特別是沙縣的小吃 是的 沙縣小吃 所以習近平為什麼會到沙縣去 考察這個沙縣小吃 我覺得可能也看得出這個沙縣小吃 它在這個中國的經濟 特別我們說在民營經濟 當中的一種很特殊的這個地位 小吃 哪裡都有小吃吧 台灣也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小吃 但是你說一個小吃要做規模做大了 還真不容易 而且這個沙縣小吃有一個特點 因為福建吧 比方說這個南方各地 它都有自己特色的小吃 哪個地方都有 少的大概三五種 多的十幾種可能都有 但是沙縣並沒有自己本土的 很有特色的這個小吃 那它怎麼會做出沙縣小吃來呢 其實就是沙縣人 而且沙縣人他們到這個福建 然後到這個中國各地 去辦這種小吃店 而這個小吃店的這個小吃呢 實際上是中國各地的人 喜聞樂見的最大眾化的這個小吃了 像麵啊 像餛飩啊這些 很容易做 那麼另外呢 它這個性價比很好 這個比較便宜 對 它的規模真的不小啊 它現在的規模在全中國 大概已經有 我看這個數字是7萬7千加 將近8萬加 經濟效益 遍布全中國各地 然後也在這個 世界上也有些地方開設了 每年的這個產值是300億元 所以這是相當可觀 所以習近平以下的這個方式 來鼓勵民眾 這個 對 就是用這種辦服務業吧 服務業這個 因地制一辦服務業 然後可以走向全國 那接著又到福州的 三方七項去訪問 為什麼重點選在這個地方 而且你過去也待過這個地方 這地方的人文特色是什麼 對 習近平這次呢 我們說他這個視察福建 我覺得他傳遞這個信息 一個是這個生態 一個是像這種民營經濟的這個發展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傳承中國的這個優秀的這個文化 他到武藝山那第一天 他就去考察了這個朱喜學員 朱喜我們知道是宋代的大儒 是在中國哲學史上 很有影響的一位人物 那麼他到福州之後呢 又這個又到了這個三方七項 因為當年三方七項的一個修復呢 他在做福州市委書記的時候 也曾經參與這個設計和這個指導的 在三方七項呢 他又特地參觀了這個 林哲徐和嚴富的這個故居 因為這些人物都是中國近代史上 大名鼎鼎的人 林哲徐我們知道的 跟鴉片戰爭有關 對 那麼嚴富我們也是知道的 是在這個清末 可以說是中國最有影響的一個思想家 他從英國留學回來以後 雖然沒有得到政府的重用 但是他把英國的一些哲學 社會學的一些著作翻譯成這個中文 那麼在當時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當中 所形成這個影響呢 大概沒有人能夠超過他的 所以我們看這個 包括這個中共早期的這些領導人 陳獨秀 李大釗 毛澤東他們 年輕的時代讀這個嚴富翻譯的這些書呢 可以說是如醉如痴 日夜的在讀 因為他們從裡面看到了一種玄心的這個文化 所以習近平這次 我想他也是利用這個機會 通過在五一山的這個朱喜學院 通過在福州的這個三方七象 這個特別講述了傳統 因為三方七象本身是從唐朝開始 但是在明清兩朝 就已經有了非常有規模的這樣一個建築 在中國的審會裡面 大概還沒有一個城市 像福州這樣在市中心 就有這樣的一種規模很大的 這個明清的這個建築群 而且裡面有很多歷史的名人文化的這個名人 所以習近平以這樣的方式 告訴大家要傳承這種優秀的文化 他說沒有五千年優秀的文化 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我想這個也是 特別是對今天中國的青年一代來說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需要領會的一種精神 所以透過這一趟呢 習近平的福建之行 我們也看出了政府對於國家 對於發展的整個生態文明的保護 或是這個傳統文化的保護來講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注程度了 大謝何謙帶您分析 我們今天休息片 和我來帶您關注的是 香港出現的疫苗風波 是否會進一步打擊到疫苗的抗疫前景呢 我要繼續帶您分析 稍後見 歡迎回來我們再關心呢 香港正在發生了新冠肺炎疫苗的一個風波 復必泰的一個T4的疫苗的包裝呢 出現了瑕疵 所以港府在昨天緊急喊停 也暫緩有關這個T4疫苗的一個接種進度 那麼面對市民不斷的一個擔憂和一些呼聲呢 我們注意到港府有關官員說呢 這是一次突發性的事件 在接獲通知之後已經馬上的反應處理 那麼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呢 香港衛生署會和藥廠緊密聯繫 以確保趕快取得有關的整體的評估報告 以及後續的解決方案 您透過新聞一塊來掌握一下 目前事件的最新進展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 當局24號在疫苗社區接種中心 早上8點開始運作前 收到復興醫藥通知 指一個批次的疫苗藥瓶包裝有瑕疵 為了謹慎起見 特區政府隨即宣布 暫停復必泰疫苗接種中心的服務 直至另行通知 當局會檢討現行機制總結經驗 並會為受到影響的市民 重新另行安排接種時間 之後我們都希望 我們希望盡量都不用說 他們自己再去上網做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史 在另一個電台節目上指出 暫時不知道生產復必泰的藥廠 何時能夠完成調查報告 希望對方能夠盡快完成 目前討論是否需要銷毀 當前的全部批次疫苗還言之上早 現在去揣測他們的情況 都是言之上早的 所以我們都要等他們整體的調查報告 我們衛生署有緊密跟他們聯繫 一方面當然要看看 其實現在我們有的批次是否真的有問題 第二當然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他們一定要盡快給我們一些沒有問題的貨 另外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 專家委員會成員黃志基強調 目前大部分接種疫苗後的嚴重異常個案 主因都與長期病患有關 而至於委員會指的兩宗與接種疫苗 有因果關係的事件 個案涉及過分敏感 通常半小時內發生 包括出診及呼吸困難 鳳凰衛視紀司卿香港報導 所以這一次的事件風波 是否會進步打擊到市民的接種信心呢 像話題去請教何亮先生 何先生 你如何普遍分析市民的一些心態 首先這個事情 這個風波其實是個小風波了 你可以說是茶杯裡的風波 它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而且是由復必泰的生產者 德國的這個廠家告訴香港政府的 而且它只是在包裝的外殼上面 它有一點問題 那麼專家們說 其實就算是這樣的一個批次的疫苗 如果這個給人群接種的話 它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為了謹慎起見 那麼所以呢政府收到這個通知 馬上就暫停了這一批的這個 這個復必泰的這個疫苗的這個接種 那麼這裡面牽涉到的是兩個問題 現在目前香港的有兩種疫苗 一種是國產的疫苗 一種是這種德國的這個疫苗 對 然後這個作為民眾呢 你是可以選擇的 那麼由於一開始這個政府 是先選擇這個長者 就是年齡比較大的 然後就逐漸的降低年齡 但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其實有沒有這次 所謂的這個疫苗風波的 這個香港這個疫苗的接種的這個情況 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到目前只有三十幾萬人 接種了這個疫苗 那麼實際上現在已經是 基本上是全民 對吧 除了孩子 除了這個小孩子以外 16歲以下的孩子 這個政府還沒有讓他們去 這個接種疫苗 其他這個16歲以上的 基本上就隨時就可以去接種疫苗了 但是民眾接種疫苗的意願並不高 那麼我想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隱憂 那麼以我們的這個科學的 對科學的這種認知來說 一個社會 我同意專家這個說法 就一個社會 如果有盡可能多的人 比方說至少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人 接種了疫苗 那麼就會形成全社會的 這個群體的這個免疫 那麼對於一個社會的疫情控制 那麼就有無可替代的這個作用 雖然可能有少數的人 會有這個過敏的這個反應 甚至有這個死亡的這個實現 但是這個比率是非常低的 那問題就在於為什麼香港這麼多人 抗拒接種疫苗 對 我覺得這裡面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跟在國際上的情況是一樣 我一直在關注這個事情 而且我一直也無法得到一個 讓我幸福的一個理由 比方說歐洲 歐洲很多國家 這個人們不願意接種疫苗 俄羅斯 俄羅斯也是讓我很吃心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的教育是很普及的 對 俄羅斯的科學很發達 它的生物科學很發達 它是世界上最早宣布 我已經成功研發出疫苗的 而且那個疫苗的可靠程度是相當高的 據他們說是最高 超過90% 他說最厲害的衛星疫苗 對 普京說的 對 衛星5號 但是俄羅斯接種疫苗的人 大概就只佔百分之十幾 甚至有 不是笑話 就是莫斯科市長說 在街頭設立這個接種疫苗 凡是接種了疫苗的話 就請你吃冰淇淋 俄羅斯人很喜歡吃冰淇淋 我以為是笑話 不是笑話 但是好像真的有笑話 有的人說本來不想接種疫苗的 因為有冰淇淋可以吃 我就去接種疫苗 我覺得不可思議 一個這樣的國家 怎麼會這麼多人呢 後來他們說很多人就不信任 不信任疫苗 認為疫苗達不到防疫的這樣的一種效果 那麼香港大概也有一部分人是這樣的 甚至中國內地也有一部分民眾是這樣想的 因為他們說一般可靠的疫苗 都要研發的時期大概十年左右 現在的話都是一年左右 甚至不到一年就已經研發出疫苗來了 所以這個測試的時間太短 所以它是不是可靠 我們不知道 你也不能說它不可靠 但是它我們不知道它可靠不可靠 所以就有點猶豫 但是我注意到這個中國內地已經開始 這個大城市 開始 你不能說強制 但是是積極的鼓勵 希望大家都要接種 上海有一個張文宏醫生 也是很有名的 也是 他就是總是直言不諱 他就講得很清楚 他說不接種 不接種疫苗就是你吃虧 我想這個話 這個話是大白話 誰都不能聽得懂 一個醫生就這樣告訴你 那麼好了 那麼香港就很有意思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就願意吃虧呢 一方面可能是我想這個政府 也沒有充分地告訴大家 政府只說的一句話 就是接種 就是比不接種的這個風險小 不接種風險很大 不接種的風險很大 接種這個風險相對就比較小 那麼另外呢 是有一些輿論 那麼就一直在 可以說是吹毛求疵 總是在說這個疫苗如何的這個不可靠 那麼這裡面有一個 就我們剛才說這個第二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我們說原本的懷疑 這種懷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相信這個懷疑慢慢地 會這個會被這個事實所撥倒 他會相信科學 那麼現在說第二種情況的是 相當一部分的香港民眾 他們不相信政府 因為政府叫我打疫苗 可是我不相信政府 所以呢我就不接種疫苗 那麼這裡面還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覺得疫苗是可以接種 但是不要中國的疫苗 就是不要國產的這個核心疫苗 他們要這種德國疫苗 但是現在的德國疫苗又出現了 暫停的這個情況 那麼所以這一部分人可能覺得 那就什麼疫苗我都不要接種了 這裡面還有一些情況的 跟我剛才說的 我們說這個發達國家 都有不同程度的拒絕疫苗 或者是由於宗教信仰的理由 美國就相當一部分 是由於宗教信仰的理由 不是特定的對這個 我們說新冠肺炎的這個疫苗 什麼疫苗他們都反對 那香港就不是這個情況 香港是由於對政府的不滿 所以對政府的不滿 是由於他們認為政府是聽中國政府的 所以我就不滿 那就變成一種逆反心理 只要政府說的我就不聽 我就不聽 我就反對 但我覺得這樣就形成了一種 很可悲的這個情況 你拒絕接種疫苗 但是我願意接種疫苗 但是如果太多的人 不願意接種疫苗的話 這個疫苗在整個社會 就沒有辦法形成一種免疫的這個群體了 那所以從這點來看的話 我對香港的這個疫情 我們說抗疫的這個前景的話 真的是很難樂觀 因為政府確實是做的效率不夠高 我注意到這兩天很多媒體 做的比較 為什麼澳門每一步都比香港做的好 澳門也同時接到了這個 復币的通知 但是他們比香港早一個小時 可是在抗疫的時候 我們說你早一個小時可能也是好的 民眾就覺得澳門做到了 可是香港做不到 所以這裡面香港政府也確實是 有必須要繼續努力的這個地方 所以問題來了到底怎麼樣做 可以幫助市民去了解 必須要接種疫苗 港府可以透過什麼樣的管道進行宣導 去年到今年吧 我們看了一年多的香港的抗疫的情況 我就講兩個事件 一個是這個全民檢測 是吧 去年8月這個全民檢測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幫助 中央派了600多個人到香港來做幫助檢測 不是看病 那麼然後還撥了一筆款 但是當時也做失敗了 700多萬香港人 只有100多萬人去做了檢測 當時如果檢測能夠有預定的目標 比方有600萬人做了檢測的話 香港當時就能夠 穩住了 就能夠知道整個社會的大數據是什麼 可惜沒有做到 因為政府動員的不利 另外就是相當一部分 也還是這部分民眾 他們說不要 我們不要中國人給我們檢測 好了 到了這個今年 我看這個情況還是有變化了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當這個過完春節以後 這個所有的老 不管是大企業小企業老闆 要求員工做完檢測再來上班 這樣的話 為了大家身體的健康 結果香港檢測地點都是排著長龍的 你看去年給你免費檢測不去 今年就是要花錢的檢測 他們也搶著排隊 為什麼老闆叫我檢測 工作需要 我想很簡單 到了現在也像 如果老闆們要求員工 你去接種疫苗 不管什麼疫苗 接種完疫苗你就來上班 我相信很多人就去接種疫苗了 結果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全社會 可能 因為香港畢竟這個 失業的人少 就算失業的人 他願意找工作的話 可能也需要接種疫苗 那麼這樣一來 這個問題其實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 但是如果老闆們不提這個要求 很多人又不願意接種疫苗的話 那麼香港的這個疫情 真的是很難控制 而只要香港的疫情不能控制的話 那麼香港的民眾說 你要到內地去就很難 除非你願意去隔離 你要到台灣去 台灣那邊當然也有台灣的那個考量 但是如果跟澳門做一個對比的話 香港這方面做的這個不足 真的是太明顯 真的 唯有擴大疫苗的接種範圍 才是控制住疫情的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和途徑 對 是這樣 好 非常謝謝何欣 再來點評分析 我是秀請 感謝您收看了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好 再見 MING